我们每个月都要充电 但是我们今天充电会不太一样 少子化也冲击到慈济亲子班 慈兰队慈少班的招生 慈济教育团队求突破 需要 而且你想要 你马上就会行动 队内翻转课程设计的思维模式 找出学员真正想要且需要的课程 对外多管道 善用网络通讯软体 家长群组和商店传递报名资讯 让大家都很喜欢看连续剧 那可是这个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慈济的理念 让每个人都像看连续剧一样 我觉得很想要 然后又很需要 那其实每个人就会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第一次可以听到说我们慈济的课程 也可以用攻略的方式来做一个引导 给他的东西不一定要多 量不一定要多 但是是他一触就可以激发的话 或许这样子的学习是他乐意来的 有共知才能共行 慈济教育团队分工也核心 顺应时代变化 让不变的初衷与道理 以更多元的风貌给予 乃新闻 真上美之工黄立珠 振振远刘德顺太高